如果走进沙漠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这是地球上最致命 最不适宜居住的一个地方了 那里极度干旱 而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生命 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中看到的景象 故事开始是一片干旱荒芜的旷野 但神在沙漠赐下泉水 成为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之源 神在那里造出男人和女人 让人类作为生命之源 在园中繁衍生息 传播生命 没错 那个园子的泉水成为一条河 流出来灌溉整个世界 足够供应每个人的需要 这都是神赐的礼物 真是太棒了 人类生活在一座富饶的园子里 但到头来 他们却走了一条毁灭乐园的路 是的 尽管神赐下了丰富的水 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依然干渴 这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我们总在渴望获得更多 更多什么呢 在这个故事中 人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 获得更高的智慧 创造更多的安全感 和更强大的统治权 但可悲的是 这只让他们更加饥渴 彼此怀疑 结果他们又回到了旷野 人类失去了 获取生命之水的途径 因此 他们也无法把神的生命 传播到全世界了 所以神要拯救他们脱离旷野 对 就像在雅各的故事中 雅各的自私轨迹 毁了他的家庭关系 他不得不从一堆麻烦中脱身 逃到旷野 在旷野 他找到一口井 并遇到一个女人 这很像伊甸园的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水泉边共处 没错 但最终 他们还是在同样的灵魂饥渴中挣扎 渴望获得更多的力量 更强大的统治权 结果走上一条暴力和自我毁灭的路 最后 他们发现自己身在新的旷野 被掳掠到其他民族中 所有妄图用自己的方式 来解除内心饥渴的常识 都在毁灭我们 是啊 圣经中的先知以西杰 把流亡中的以色列 比喻为散在沙漠山谷里的一堆枯骨 但他说 有一天 神会亲自降临 他的圣灵将浇灌下来 灌溉大地 创造新的伊甸园 和新的人类 这些人能把神的生命传递给他人 没错 这把我们带向了耶稣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 讲的是耶稣来到一口井边 这是雅各曾拥有的水井 就像雅各故事里发生的那样 耶稣在井边也遇到了一个女人 耶稣告诉这个女人 不管她从这口井里喝到多少水 她还是会渴求更多 然后 耶稣给了她能永远解渴的水 耶稣说的不是井水吧 当然不是 这是神自己的生命 借着耶稣来到我们里面 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渴求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后来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这听起来很酷 但也很奇怪 从一个人身上喝水 是很奇怪 这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 一个奇特的画面相关 一位罗马士兵用长矛 扎进耶稣的肋旁 就有血流出来 但除了血还有水 是的 这个画面告诉我们 耶稣的死是生命的泉源 神为仇敌而死的爱 从耶稣那里流出来 流向全世界 耶稣复活以后 圣经说 他差派圣灵 进入他的追随者的里面 没错 用神自己的生命充满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 使徒保罗说 当我们顺着神的灵行动的时候 伊甸园的果子 就开始在我们里面生长 就像仁爱 喜乐 忍耐 恩慈 温柔 节制 等等 这样的人在世上 能创造美丽的事物 给别人带来生命 是的 他们就像神生命的 涓涓细流 汇聚在一起 共同指向 一幅美妙的图景 我们将在圣经的 最后一页看到它 这是一条新的生命之河 它从神那里流出来 流进被更新了的受造界 无论流到哪里 都会给周围的一切 带来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